美国四大科技企业,苹果,亚马逊,Facebook,谷歌昨日公布了较为理想的业绩,刺激股价阻断急升,然而,升幅可能痰花一现,事实上,受疫情影响,四大科技股近日的声势已显著放缓,短期即使业绩利好而回升,只要利好消息一过,市场焦点又回到疫情冲击经济方面。 美国科技股打回原形,重回果触不前的警方,美国爆发新冠肺炎后,疫情日益严重,多州实施封锁令,商店被逼关闭,经济大受打击,从州四公布的次贵国内生产总值大跌32.9%,为历来最差,便见端倚,不过,科企生意影响较轻微, 皆因美国人禁足反有助科企产品热销,例如苹果的平板电脑,多年来一直销售疲弱,由于多了人家居工作,次贵销售额竟然显著回升。 疫情试弱,美国科技股7月以来,股价升势明显放缓,表现最佳的苹果股价亦仅升于5%而已。 其余三只股份的升幅不足3%,究其原因,美国疫情政治化了,尽管疫情恶化,却未如早前各处实施居家令。 除了部分店铺,例如酒吧等外,其他商铺未有再要求关闭。 如此,科企的经营优势大减,美国人担心疫苗出现前,消费市道继续受重创,失业人数持续飙升,企业为了折留,减慢科技投资,科技股前景因而梦想阴影。